嘿,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分析 第二站第二題 電動機正反轉兼Y-Delta啟動 負順時停電保護控制電路圖 這個電路圖大概分成兩種 第一個部分是電動機正反轉兼Y-Delta 第二個部分是 停電的時候它 在幾秒之內它會自動恢復 我們先來講第一部分的電動機正反轉的電路 我們先來看左手邊這邊有一個 FWD 這正轉 然後REV這是反轉 我們講其中一邊就可以了 因為動作都是一樣 當我們按下正轉的按鈕之後 電就從上面送下來 送下來之後到MCF線圈 MCF線圈導通之後 MCF A接點就變成B接點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子電又會變成這樣子走 形成一個自保回路 右邊也是一樣 假設你是按 反轉 MCR MCR MCR的線圈導通 MCR的A接點就變成B接點 一樣 反轉也是這樣子 那我們按下 剛剛講的 MCR線圈導通的話 這邊 MCF的A接點 它也會變成B接點 它這邊就導通 導通的話 TR1線圈導通 線圈導通 導通的話 TR1的鈕碼 開始計時 那這個TR1是 ON DELAY ON DELAY就是 一送電就開始計時 時間到就開始做切換 開始計時的期間 它電會往下送 送到MCS 所以MCS的 電池開關會先吸池 那等到 TiMA1的時間 計時器到了之後 它會切到 TiMA1的A接點 它會變成B接點 TiMA1的B接點它會斷掉 那到之後這個MCS 它就 就會跳掉 那換MCD 的線圈吸池 那MCD的線圈吸池 MCD的A接點就會導通 MCD的 導通之後 它就會選擇KEEP RELAY KEEP RELAY就是KR 它就是送電之後 它會改變一次狀態 所以它 會亮其中 它會走其中一條路 假設它是走R R3這一條 它這個R3的指示針 它就亮了 MCD導通的話 這一個電 這邊MCD也會導通 MCD導通的話 TR2的線圈就導通 TR2線圈導通 它這邊TR2的 TiMA的 A接點就會變成B接點 這個部分就是 電動機正反轉 然後TR2跟TR3 就是順時停電保護電路的控制電路 那TR2 TR3的 TiMA跟TR1不一樣 你看它TR1的TiMA是 三角形是朝右邊 這個是ONDELAY 那TR2跟TR3是 箭頭是朝左邊 是OFF DELAY OFF DELAY TiMA的話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 它送電的話一樣是 AB接點交換 可是它斷電的話就是 延遲 斷電延遲互歸 所以說它 它題目是 告訴你TR1設定5秒鐘 TR3設定10秒鐘 也就是說它斷電的時候突然 突然台電跳電的時候 5秒鐘之內 它都不會改變狀態 假設4秒鐘它電 電一樣到這邊來 經過TR3然後到TR2 下去 然後到KR 然後到MCR 然後這樣下去 5秒鐘以內 它電都不會跳掉 那超過5秒鐘呢 超過5秒鐘它就會跳 它這個 導通的話它就變斷掉 所以說 停電 瞬間 所以說它 瞬時停電的意思就是說 當停電 5秒鐘以上 它就整整 5秒鐘以上 再恢復電力 它這個電 就斷掉了 5秒鐘以下 它電 回來它就會繼續走這個下來 這一個就是 順時停電保護 它有給你5秒鐘的 緩衝時間去做保護 那TR3是幹嘛的勒 TR3就是 就是 當你 緊急 要斷電的話 這邊有一個 off開關 off開關 按下去 這個地方 就導通了嘛 TR3一導通會怎樣 這邊 B接點 就變成A接點 那它這個也是 off delay off delay off delay 就是10秒鐘之後 它才會恢復 那10秒鐘已經超過它 原本是5秒鐘會恢復 所以說 這10秒鐘恢復之後 恢復成B接點 導通之後 這邊 只要超過5秒 就 就沒有 就已經斷掉了 所以說 這個off按鈕按下去之後 TR3 就 馬上變成 B接點 就是斷掉了 那它要多久恢復 10秒鐘之後恢復 那10秒鐘恢復已經超過它 TR2的5秒 所以說TR2已經 5秒鐘之後 它就不會 不會恢復 所以它一開始這邊就斷了 斷的話這邊就一定會斷 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們如果要設定 泰瑪這邊TR3 一定要設定 的時間一定要超過泰瑪2 這樣子你按這個 off開關的按鈕 你的這個 電台能立即停止 這個是要 TR3是搭配這個off開關 按鈕作用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開關 就是緊急開關的這邊EMS 按下去它也是斷掉 或是這個 激熱電液這邊 激熱電液這邊也可以 這邊如果電動機 電流過大會跳掉 這幾個都會 跳掉它就直接斷了 或是這次緊急按鈕按下去它這個 B接點就變成A接點 好 電路分析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右下角按下讚 我們下次見 對